OK,吉他社的朋友們大家好 知道你們還在考年中考 所以吉他應該很久沒有動了 所以的話,這裡就是昨天 跟我吉他合奏團的朋友 學到一點東西 就是可以給你們自己練習的時候 去訓練你們著手的時候 只要這樣去獨立 OK 所以,其實獨立的方法就是 你的折 無名指 無名指 這個 還有獅子 跟中指跟小指 要分開獨立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動 OK 所以的話,你要練習這些 技巧的話 你就在你的吉他的第五個指板 第五格 第七格 放 獅子 跟無名指 十指在第二條線的第五格 無名指在第一條線的第七格 OK 先彈這兩個 然後再換 放開 然後換成 一開始 一開始 你會覺得你的手很欠打 為什麼不會聽你的話 但是這個東西是你要慢慢去學的 但是這個東西是你要慢慢去學的 所以我現在記下去 然後下一步就是 換 你的十指 在第一條線的第五格 你的五名指在第二條線的第七格 OK 這第一個 然後換 你的中指在第一條線的第六格 你的小指在第二條線的第八格 所以我重複一次 一樣 一起按 一起放 就這樣子 所以我重複這整個步驟 就這樣 一起按 一起放 這就是主要的 練習的目的 OK 所以我示範一次 從這裡 走到最尾端 所以我示範一次 從這裡 走到最尾端 所以就是這樣子 來練你的 手指的獨立性 所以的話 你的手指就會知道 你要怎樣去 用你手指的力 去按別的東西 OK 因為我們的手指 通常 無名指跟小指 是比較沒有那麼協調 沒有那麼有力 所以通過練習 你就可以去增加它的 它的優點 就可以讓它更靈活的 去使用你的無名指跟小指 所以今天影片到這裡 拜拜